这里牛羊成群 有巍峨的雪山 幽静的峡谷 这里有勤劳的人们 和他们心中的太阳和月亮 他们感恩自然 他们心怀尊重 他们与牦牛和谐相处 本期乡土 带您走进云南乡格里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乡土 云南乡格里拉 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 那有神秘的雪山 幽静的峡谷 成群的牛羊 这些也在我们的脑海中 形成了一幅一幅美丽的画卷 那今天呢 我们就带您去看一些 您想不到的风景 这就是香格里拉的民风民俗 我们去看一看 这些古老的民俗到底是什么样 它的背后又蕴含了 哪些深厚的历史文化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青藏高原南部 藏语中的意思是心中的日月 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平坝上 有一个和平村 这里水系丰沛 土壤围沃 一千多年前 竹草而居的牧民就在这里生根发芽 村子里一共住了六百多户人家 藏族占大多数 和平村人起得很早 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从微丧炉边开始的 微丧是藏族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点燃松枝再洒入青棵 每天清晨 和平村里弥散着浓浓的松枝香味 丧字藏语里的意思是清洗驱除 人们通过矮矮桑烟 向神灵传递愿望 祈求平安 每天早晨 藏族老人除了微丧 还要烧香祈福 一些老人除了初一 十五 节日等特殊日子外 仍保持着北天早晨祭拜的习惯 他们认为 亲手制作的苏油灯 能够增长人的智慧 同时表达对信仰的崇敬 我看到您身上穿的这件藏装 现在是这样围在腰上穿的 在刚刚您拜佛的时候呢 是把它披在肩上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 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来讲吧 就是这样围在腰上的时候 也是干活啊 时候什么都有一点方便 画在肩上的时候 表示对福的尊敬 这里的人们相信 信仰能让人精神安详与富有 远比物质生活的富足重要得多 扎西农部家里 刚刚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小家伙顺理成章 成了家庭的中心 做了爷爷的扎西农部 脸上一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扎西农部平时在城里工作 孩子的父母 也在山上的牧场里做农活 一家人很少能聚在一起 今天一家人都到齐了 是因为有一件 关于孩子人生中的大事要商量 作为孩子的爷爷 这件事将由扎西农部来完成 为此他要去拜见 同为和平村人的高僧安无罗杰 松赞林寺是香格里拉最著名的 也是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是香格里拉地区的人们 和外来朝圣者的必道之地 和平村的安无罗杰就在这个寺庙修行 藏族人自古以来没有姓氏之分 过去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曾以家族领地名字冠名 随着佛教的盛行 藏族开始求助德高望重的僧人 为孩子赐名 扎西农部拜见安无罗杰 是为了给孙子取个有意义的名字 我们藏族生小孩的时候 起民大多数是请活福和高僧大带去的 那么起民主要的原因就是 让活福和高僧大带保佑这个小孩 那么活福和高僧大带 他的一半的名字里面 还取出了一半的名字 给在这个小孩的名字里面 就看得出来 如果这个哪个活福取的 哪个高僧大带取的 看得出来这个名字 在和平村刚出生的小孩 从小就被赋予了信仰的符号 和平村人认为 只有得到神灵的庇佑 孩子才能平安幸福地成长 信仰使人心灵纯净 与人为善 不贪婪 不随波逐流 因为信仰 藏族人每次吃饭之前 都要念诵经文 感谢神灵的庇佑 感谢天地万物的馈赠 和平村人家家户户家中 都有一个火堂 他们认为 火堂使他们住进房屋 结束游牧生活 世代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 因此和平村人认为 火堂是神圣而不可缺少的 火堂中的火更是常年不息 以前的时候吃饭是吃在这吃啊 吃饭的时候也这样吃 也这样吃 一家人吃饭取暖 围绕火堂而坐 其乐融融 这是裸体清理 心里最平静而温暖的时候 与火堂相比 藏族人的生活中 苏油和青柯 也同等重要 苏油茶搭配青柯簪吧 是藏族最传统的早餐 可以提供充足的体力去面对劳动 他们甚至认为 苏油和青柯簪吧 能抵御高原的风寒 与藏族人的传统一致 火堂边的座位次序 也有着明确的规矩 就是四方有四方的名字 比如说是一家人来说就是这样 这边呢 蒙多 说是能见是茫茫的位置 他为茶 什么都是他来为茶 过什么都他来为 这边呢 他大 就是按照我们的 就是尊乐爱与来做 尊敬老人 按年龄 按北俗分配的去做 这边呢 关注 就是这个 我们 年轻人啊 这个妹妹啊 都是可以往那边坐 收湖了 什么 给我们老人家福祀了 跟妈妈有一些 帝一些东西了 什么都叫他们帝 这边呢 瓜达 就是一般的 客人来了时候 是 这边可以做 尊乐爱与 就是这样 遵循着先兵后主 先长后哨的原则 藏族人尊重他人 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一直悄无声息地 在生活中延续着 裸体妻里的父母 年迈过世 现在 家中的老人 并不是他的父亲 而是他的舅舅 我家舅舅就是这样 他就是 舅母 舅舅他两个就没有爱女了 然后呢 我的妈就说是 要抚养这个舅舅舅母 我去救抚养 就是这样 舅舅也是就这样 舅母也是这样 特别舅母对我好 他一直喊我爱子 从来没有提过 我的一个名字 他一直就喊爱子爱子 三十年的细心照料 老人早已将裸体妻里 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 但是他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 对我们的家教 对我也好 对我的爱子也好 对我的孙孙也好 怎么样的做人 怎么样的干活 怎么样的给老人尊重 尊乐爱也 从他全部都是 跟我们家教 这样的教育的 一直就是这样 现在老人的生活起居 都由裸体妻里的儿子 儿媳悉心照顾 三个儿子比我还重视 比舅舅上 比我还要重视一些 特别现在 两个孙子也是就这样 他们放学回来的时候 拥抱一下 早上走的时候 舅舅被起来的时候 跟舅舅说一声 家教的一代一代 要床下去 那时我家舅舅 床跟我说了 那时我也就是 我跟爱子 所以因此 这样一代一代一代的 由他床下去 尊敬他人 尊重长辈 这是和平村人 极为平常的事 因为这种美德 早在祖辈 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一辈一辈 不断地生根发芽 现在和平村人的生活 主要以农牧业为主 牦牛是他们的 主要家畜之一 也是他们的收入的 重要来源 夏季 为了寻找高寒生存环境 牦牛迁移到了 四千到五千米海拔的高地 虽然不用再追随牦牛 过游牧的生活 但定期去查看 还是少不了的 我们多久上一次山呀 我们一般就是半个月上一次山 因为我就一个 我的老婆在上面 一个人在管理牛 爷爷就我家孩子媳妇 照顾爷爷 然后我们继续上去 可能七八天 五六天 可能转回来 就这样 通往夏季牧场的路 两年前修宽了 不用再骑马往返 但需要翻过两座山 在崎岖的山路上 至少要颠簸四五个小时 夏季牧场的海拔 仅有三千六百米 距牧牛生活四千至五千米的海拔 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这已经是开车能够到达的 离牧牛最近的地方了 夏季牧场是牧民的第二个家 也是照料牧牛的物资中转站 目前只有裸体器里的妻子 一个人在这里照看着 牧场里有一些正在哺乳的母牛和小牧牛 还养了一些其他的家畜 你就说不要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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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期的牧牛每天挤两次奶 裸体器里每次上山后 都要为独自在牧场照看牧牛的老伴 分担一些工作 藏族人生活不可缺少的 三白 酥油 牛奶 酸奶 都是牧牛奶做的 尤其是酥油 是藏族人食物中的绝对必需品 每年的八九月份 青藏高原草肥水美 哺乳期的牧牛悠闲自得地啃食着青草 这个季节是提炼上等酥油的绝好时机 做酥油用到的工具是一米多高的酥油桶 和一只叫徐洛的木棍 藏族人习惯用歌声记录冲打的次数 这也使打奶的工作不那么枯燥 当达到一定程度 油就从奶中分离出来 罗体七里七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做酥油 一个酥油能卖到一百多元钱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牧场上的房子相对简单 但火堂依旧是中心位置 酥油在藏族人的家里有很多用途 其中最重要的是用来做酥油茶 将一小块茶叶放入茶罐中煮沸 再与酥油混合 茶水的颜色由黑色变为了乳黄色 并有了浓浓的奶香味 这样酥油茶就做好了 当地人认为酥油茶具有郁寒提神的作用 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离不开它 这样原汁原味的酥油茶现在少之又少了 就连罗体七里都说 在牧场和在山下家里喝的味道不一样 酥油茶和青柯三霸混合在一起 还有另外一种吃法 按照传统这种吃法必须用手 软这个三霸的时候是用筷子软不出来 必须用手捏好 捏越紧越吃 有点香 就是把软巴巴的功夫一样 老人常说的就是这个 五个指头就是筷子 把青柯三霸捏成团这种吃法简单 携带方便 在游牧生活时期成为了牧民最主要的食物 一直到今天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过 我们藏族的文化里面说是 手指就是母亲给你的一种筷子 所有话是藏族人在历史上 就是传统上就是用手指做筷子 很早里面的文化当中的母亲和肾 是同等的需要尊敬的东西 牧牛在藏族人的心里是山神的化身 几乎是牧民吃穿住行的所有宝障 藏传佛教提倡不杀生 为了祈求平安吉祥 当地人有放生的习俗 格桑一家这一年过得十分顺利 为了感谢天地神灵的保佑 格桑在牧牛群中选了一头毛发黑亮 十分健康的小牧牛 格桑先要给牧牛精心打扮一番 用五彩绳系在牧牛的两只耳朵上 这只小牛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被改变 他从此有了护身符 格桑把小牛放归自然 自由生长 所有人看见这样的牛都不能据为己有 不能买卖 更不能宰杀 放生的这只小牛格桑养了几个月了 虽然小牛从此以后就获得自由了 但格桑心里还是有很多不舍 在牧民的心里 牧牛既是他们的生活来源 也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牧牛有很强的食徒本领 体格强壮 身形高大 素有高原霸主之称 香格里拉是原名中殿县 所以这里的牧牛统称中殿牧牛 在人际罕至的山峰寻找分散的牧牛需要多人合作 这个时候邻居之间都会互相帮忙 从夏季牧场到牧牛所在的山峰 一般人徒步需要十几个小时 习惯高原生活的牧民也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 路上累了就捏两块簪吧 吃完继续赶路 在走了六个小时的路程后 裸体漆里终于找到了他的牧牛群 那边这一群牛都是您的吗 这一群牛全部都是我的 有150多头吧 就我定的一些金爱花 还有些铜爱花 还是每个牛上一个爱标标记 这样能分别出来 就给牛身上做了标识 对对对对 基本上大的一些就是三岁以上的基本上有名字 我叫它名字的时候 就它会在远处的时候 它会跟我回应 像夏天 这个牧牛它们生活的这个海拔有多少呢 夏天就是 它们一般在这个海拔 四千五到四千八地方 在过这个它们的生活 找到牧牛后 大家把牧牛集中到一个相对平缓的草地上 你每次上山来 就是半个月上来一次是做什么呢 我每次半个月上来的时候 我就给牧牛布寺 我们饲料不会背上来以后 就盐啊 饲料啊 青柯棉啊 什么棉都背上来以后 就给牛布寺 布寺了一个呢 一个是就是 一个呢 就是我们就数一下数字 八个够不够 然后呢 就是我们就是 其他的小牛啊 年轻的牛啊 就叫它们认一下我们的主事吧 就是让牧牛更加熟悉年轻 对 因为定期的捕食 生性凶猛的牧牛 在裸体器里一家面前放下了防备 十分温顺 牧牛也是就这样 它能够分得出来 这个冬季草场和夏季草场 这个牧牛呢 比动物当中的比较有些 聪明一些的动物吧 比如说就是蓝朵花的那种一样的 有毒性的那种草 它也就是能分得出来 当地人认为 牧牛和人类一样 有着与生俱来的灵性 人和牛 要尊重这个大自然的规律 我们才能就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 再过两个月 随着高原季节的变化 牧民就要赶着牧牛 转场到冬季牧场 这不仅是为了让牧牛 吃上新鲜的草 也是对高原草场的一种保护 尽管牧民恪守着祖辈 世世代代留下来的准则 但仍然要面对草场退化的现实 罗提七里是这个家的掌舵人 他希望在自己的带领下 将这个家富裕起来 近两年村里成立了合作社 对于牧牛养殖 采用了新方法 罗提七里成了村里的带头人 把在山上的长到一定年龄的牧牛赶回来 在圈里集中捕食三四个月 青蚌 盐巴 酒糟 加快了牧牛的生长速度 预分一段时间的周期短 四岁五岁就可以出浪 以前也是就是我们传统 现在也是就是八岁十岁这样的出浪 它这个周期比较长 周期长的以后就是它就是 这个费用就比较高一些 周期短一些就是可能短期 这样的就是对农民还是比较好转吧 这种传统的放牧方式 将新型的养殖方式转化 对牧民来说 这更有利于草场的保护 收入也提高了 十月是收获的季节 也是欢乐的季节 为了庆祝丰收 也为了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 平日里辛勤劳作的村民 穿上自己最华丽的服饰 精心打扮 欢聚一堂 举杯庆祝 这样的家庭聚会 以前只有在特殊节日才会进行 如今已经成为表达喜悦心情的一种方式 他们把对先辈的崇敬 写进歌曲 融入舞蹈 世代相传 郭庄是藏族特有的一种舞蹈形式 藏语意为团圆歌舞 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 舞蹈时 一般男女各排半圆 拉手成圈 反复对唱 和平村人们传唱的歌曲中 有一首节奏十分欢快的曲目 内容是歌颂民族英雄格萨尔王 格萨尔王一生征战沙场 除恶扬善 除暴安良 深受藏族同胞的尊重与崇拜 人们把格萨尔王的光辉形象写进歌里 虽然已经传唱了近千年 但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藏族人认为 那是祖辈为造福人类做出的贡献 应该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尊敬 和平村人与天地 自然 万物 和谐共存在这片陀地上 他们尊重信仰 尊重自然 尊重生命中的每个人和生灵 和平村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和态度 生活在这片血域高原上 他们用心灵去感受大自然的恩赐 内心充满了敬畏 他们告诫子孙要永远将这样的优良传统 延续下去 才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雨季来临的时候 山上长出了什么宝贝 是说它会变点色吗还是 是的 鱼王钓大鱼有绝招 还有一套连环剂引大鱼上钩 徒手竟然能挖地瓜 冬季里树上的一串串果子 只有炒熟了才能喝 下期乡土带您看看冬夏里忙碌的人们 表明 Spit师 内容